看着林丹是准备放掉这一局 不过也不知道是不是林丹对于陶飞克说自己没有体育道德清晨的称 这个话的报复啊 拖着陶飞克打三局 消耗一下陶飞克的体能 上比较于李宗伟和陶飞克的比赛 李宗伟打的会紧很多 也是认真很多 基本上没有让陶飞克过时了 就把陶飞克干掉 就是林丹的这样的一种比赛的状态和精神 确实不像是这种高水准选手 陶飞克的局点 21比8 双方前两局的得分都不算太高 21比8 还是摸不透林丹的一种想法 其实要是找状态或者以赛带练的话 应该在场上的速度打得更快 更加的积极 不应该这样消极的来参加比赛 确实两个人应该不是一个水准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员 但打的今天是非常的消极 尤其是在第二局 几乎是把分数送给陶飞克 根本就没有想得分的感觉 那么在马来西亚战比赛 林丹是在进入到八分之一的时候 因为对外宣称是自己耍恨训练 腰伤 影响到比赛不能正常进行 所以是在和陈龙的一个队内的对抗 对抗的时候退出了比赛 陈龙不战而胜 进入到四分之一 得以和李宋伟交手 结果是输得很惨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2011年韩国公开赛的四分之一决赛 林丹和陶飞克的决胜局 2011年韩国公开赛的四分之一 感觉林丹是有了变化 这起码感觉林丹的出球 谨慎了很多 不会经意的失误 跟第二局那种表现 就完全不负责任的一种打球 很不负责任的一种打球 卡车 这球应该是没办法救了 service over three one service over two three 凭击直线基本上是都被陶菲克防守起来 陶菲克运气差一点 三 四 二 三 二 三 四 二 二 四 二 二 二 控制得很好 六二 确实以宁甘的实力 陶贝克现在没有太多的办法去攻死它 他们非常减确 8比2 第三局确实灵灯 要手上紧了很多 开局打住了一个8比2 这个台杀得 出了一点 3比8 确实也是要出太高 设计 设计 9 3 看来陶飞客是对付认真起来的铃铛 没有什么办法 基本上林丹认真起来的话 陶飞客应该是基本没有获胜的希望 在场上面也看到不管是节奏 还是对这个球的控制 包括球员的稳定性来说 林丹都是要比陶飞客要高出一截 确实优势还是非常的明显 基本上到了第三局 林丹认真打之后 我们看到很少出现失误 第二局就是全部都是失误 但是对于林丹来讲的话 他调局